北京时间8月4日讯,在即将过去的这个夏天,胡人馆里曾展现了自己的实力,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成功拿下詹黄和多名角色球员。 拿下詹黄肯定是值得高兴的事,毕竟这种顶级球员拿到便是赚到,在胡人的角色球员签约上确实有一些让人感到有些意外,组成了奇怪四人组,而现在胡人大部分的球队阵容已经建设完成,有一个问题摆在胡人面前,就是现在球队的风险和后卫线上三分能力太弱了。 胡人的主要轮换,中球哥和龙多就不说了,两个人甚至都是中风类型的,篮板都比三分强,英格拉姆命中率虽然说不错,但是场均只能0.7个三分,基本上等于没有,裤子马产量还可以但是命中率比较低,也不太适合詹黄的体系。 要知道在骑士可是有多个射手在底脚埋伏的,就现在这个阵容怕是把詹黄类似也投不进三分,仔细一看,现在胡人的外线最准的就是詹黄,胡人也十分头疼这个问题,一直在自由市场上寻求三分手的签约。 而现在根据洛杉矶当地媒体报道,胡人计划签下前勇士球员尼克扬,杨少侠在过去也是为胡人效力的,陪伴科比走过了最后的几年,那时是胡人最悲惨的时期,那几年也是杨少侠最巅峰的时期,现在看来的确是浪费了。 杨少侠加盟胡人,肯定是轻车熟路的,毕竟是老队伍了,再加上他的三分十分精准,适合现在胡人的体系,不过具体的,合同信息还没有透露出来,在未来两周还会有后续的报道,你觉得杨少侠适合现在的胡人吗?他能够弥补球队三分的不足吗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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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